广西地区的医疗人员偶然间拍摄到了一群怪鱼在山间排队行走的奇妙景象 这些怪鱼排着队如动着身子不停地向前爬行 好似有人在提着线控制着他们一样 医疗人员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纷纷为这些怪鱼让路 医疗人员都感觉是不是工作太疲惫出现了幻觉 这天还没黑呢 怎么看到鱼走路了 视频很快在网上传开了 网友们炸开了锅 纷纷议论这种奇观 这是一些学者认出了这些怪鱼的真面目 原来这是一种叫做攀鲁的鱼 那么这种鱼为什么可以在陆地上长时间行走 攀鲁别名过山际 攀木鱼是一种小型淡水鱼 攀鲁也不是广西特有 在广东等省份还有东南亚地区都有出没 攀鲁是一种食肉鱼类 水中的小鱼小虾 水面上喝水的昆虫都是它们的口粮 甚至饿及了水中的微型水藻 也可以成为它们口中的食物 所以攀鲁也被称为水中青稻夫 攀鲁虽然什么都吃 但是身长最多也就20厘米 身子扁平 头部圆润 嘴巴也不长 从体型上看 和普通的小鱼也没啥区别 可是鱼不可貌相 我们不能因为它的外观 就觉得它不行 其实它的本领不小 憨鲁到底有什么本领 可以让它们易于长鱼 究竟是什么原因 可以让它们在陆地上行走 广西山村惊献怪鱼爬行 行人却纷纷为其让路 这一幕惊呆了众人 这些本该在水中生活的鱼 为什么会在岸上爬行呢 这种出现在广西的爬行鱼 是一种名叫攀鲁鱼的鱼类 它们在水中生活时 与其他的鱼没什么两样 都是用鱼腮呼吸 但是一上岸 它们就会切换另一套呼吸系统 原来在攀鲁鱼的体内 有一个独属于攀鲁自己的器官 这个神奇的器官叫做褶腮 褶腮的外形 就像是一片泡发的木耳 平常在水中褶腮就褶在一起 出水的时候就散开 这样就能通过在空气中的氧气 进行呼吸 凭借这项让其他鱼类羡慕的功能 攀鲁鱼可以在潮湿的环境中 生活大概7天左右 如果爬行在干燥的路面生存能力 也会大幅度降低 而攀鲁鱼之所以会跑出水面行走 是因为生活的环境大多为池塘 当生活环境严重枯竭 原来的环境已经不适合生存了 才会寻找新的家园 它们爬过潮湿的路面 用自己胸部和腹部的鱼鳍 把自己抬起来 再用头部如同两只手的塞盖 保持自己的身躯 潘鲁鱼的塞盖与其他鱼类也有所不同 塞盖周围布满了锯齿 可以帮助它们稳稳地抓住地面 然后鱼身肌肉地不断收缩完成爬行 在人类眼中看似非常复杂的流程 对于潘鲁来说 就像喝水吃饭一样 眨眼间就完成了 当潘鲁一次次重复这套动作的时候 就形成了我们眼中有备常理的行走活动 而且潘鲁鱼行走的速度也不慢 可以在一小时的时间内爬行200米左右 潘鲁鱼为了有更好的生活可以选择 进化出了呼吸空气 在陆地上爬行的强大功能 除了这些能力外 它们还有一个隐藏的武器 这个武器可以帮助它们抵御各种危害 那么这种武器到底是什么呢 广西山村惊献怪于爬行 路人纷纷让行 于是为什么可以在陆地爬行 其实潘鲁鱼在陆地上爬行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起的猎食动物的侵害 仅依靠它们自身这点速度来说 只要被其他动物锁定了 就基本上一定会被抓到 所以在没有主动攻击手段的情况下 只能被动防守 进化出一身铠甲 潘鲁鱼的鳞片 比大多数鱼的鳞片都要后世牢固 还有就是在潘鲁鱼的背鳍和腹鳍上 还进化出了它们自己的钢针 这种尖锐细长的尖刺 不仅可以保护自身 免受其他动物的危害 甚至还能反杀敌人 当天敌来袭 或者是受到外界刺激的时候 它们就会像河豚一样给自己充气 再把尖刺都立起来 让一些猎食者无从下嘴 即便是猎食者想要强行吃下它 潘鲁鱼的尖刺 就会毫不犹豫地刺进猎食者的喉咙 捕食者在疼痛之下 也只能把潘鲁鱼吐出来 放弃吃潘鲁的想法 而有一些猎食者比如啼虎 想要直接吞下潘鲁时 就会被潘鲁的尖刺和身躯 强行堵住喉咙 从而导致死亡 所以如果发现潘鲁鱼在爬山行走的时候 不要赶到新线就下手去抓潘鲁 这样就很有可能会被潘鲁的鱼鳍给刺上 还有网上也有流传一些潘鲁爬树的视频 现实中潘鲁是不会爬树的 在东南亚国家 的确有人亲眼目睹 潘鲁鱼爬上树干 西食树木的之夜 不过这不是潘鲁自己爬上去的 而是一些鸟类把潘鲁叼起来 又发现没啥吃就把它们扔在了树上 而这次在广西发现潘鲁鱼排队爬行的是晴食 并不需要害怕 这也恰恰是证明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好 可以有如此规模潘鲁鱼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